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豬主義 幫你生活 拿主義 大家應該很常就看電影對不對 那電影院都會有一些白目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要幹嘛 馬人 我們今天就要聊在電影院中 我們會遇到一些情況跟很不耐煩的人 就是想要請他往那邊走 門口出門 第一個就是看喜劇好了 喜劇你最會笑嘛 就是問他那種全場你最會笑的 他很像很怕別人不知道他懂笑點一樣 神經病喔 我知道他一定很怕他被拋下 沒有跟上那個腳步 講到吃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買你買鹹水機好了 就這樣 都給你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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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欸還有什麼嘴飯 還有星星長嗎 欸還有花椰菜嗎 欸夢看 我的飲料 欸你不要吃我的十幾頭啦 我不要用的氣音 我跟你講氣音沒有比較小聲 大家不要有一個爛錯覺 好我們現在都有智慧型手機 然後因為你這樣一個全黑的環境 旁邊是不是前面哪裡 他突然看喔 現在一打開你會 對 這樣會吐 有太陽 我是見光屍 它是一個干擾 為什麼看電影你要傳Line 看電影你在打Candy crush 哈哈哈 如果你真的進隱城 你就看電影說你戴帽子先你脫掉 還有女生不要喝綁包 兵馬友 一顆在那裡 欸 大家同行作戰 哈哈哈 花木蘭 木蘭 我想我可以 齁 齁 我是男生 洗澡那一幕 是不是我兄妹看到 啊 啊誰 誰 李翔 是天才 那個他是全龍沛 No 不是了 開玩笑嗎 在龍 哭 哭 哭 雙頭鼻 沒有是這樣 嗨 嗨 嗨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非常投入情緒到很誇張 你有看過大英雄天團嗎 他那個不是前面就死掉了 他那個是廣製是不是 靠朋友就哭了 哭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你可能很感動 他這樣子 蛤 他死了 為什麼 你真的這麼大聲 他好大聲 他好大聲 然後假如你這是我朋友 然後我整個人已經抓這樣子 不認識 啊 他死了 你好遠喔 電影都有告訴你 會有多長的時間 所以你一定要先想 如果你真的不是一個很會憋尿的人 請你坐邊邊 或者是你真的要想說 好我先去上 而且你有想過說坐面的人 然後你坐在中間 然後你一直上廁所 對 接過一下 然後回來之後還要幹嘛 接過一下 然後坐下來 看不到5分鐘 我還是接過一下 你想說 然後他說不好意思 接過一下還是這麼輕 我還是接過一下 就是我可能就跟他說 又有尿 就是他剛剛講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判邊 你的膀胱的狀況 如果你的膀胱比較沒有彈性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坐邊邊 然後再來就是 看電影千萬不要遲到 除非你坐邊邊 如果就是我坐在 我第五座 我坐在第六排好了 我坐在這邊 然後中間就放扣兩個 我先想說 拜託等一下再坐這邊 好 就他在坐這邊 接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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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一照下來說 Baby 怎麼了 坐坐牌了 現在會有個習慣就是說 因為電影前面都會棒 有預告片 可是你沒有想過說 你好好地坐進去 然後舒服地開始整個觀影 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嗎 對對對 而且我講一個實話 我可能跟朋友約吃飯很容易遲到 可是看電影我就不遲到 有一個是從後面來的攻擊 聽我們的椅背 我覺得一次沒有關係 有時候你想要翹腳 就弄高 不然踢到 對 那還可以 好 一次就沒有關係 第二次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深呼吸 到第三次的時候我就會這樣 好酷 你要翹腳的時候 因為一般效果就是這樣 直接這樣翹 對 可是我會就是這樣 放下來 好好看 我想要去傷害到 別人的觀影影 對 我不想去影響別人 我做科技 因為我很想做科技 我真的很不喜歡人家 有人很想把腳放在你 你的 旁邊的窗戶上面 你們會有暴音 我們在一起想 我們在一起想的電影吧 嗨 反正不要踢前面的椅子 你不要跨腳 你們會有暴音 好啦 希望大家看完以上的 看電影的不好的行為 跟經驗 大家可以有一些反省 我們觀影品質提升 或者是說你還有遇到 什麼一些 腦人的觀影的習慣 所以也可以跟我們分享喔 對 好多注意我們下次見 掰掰